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就是區議會選舉之後第一個星期日 有市民發起了一個叫做無忘初心大遊行 本來決定下午三點就在尖沙咀中樓那樹集合才一起起行 但是現場的人數是非常多 倒涌到整條梳士巴黎道都塞滿了人 大會公佈有超過38萬市民參與了這次遊行 但是警察的估計 只有1萬6人參與 這些人就是 自欺欺人 其實上星期的民意的彰顯 通過一人一票已經很清晰 哪一方才是主流民意 現在 依然不肯認輸 不肯認衰 就算有30多萬市民出來 和平遊行也好 他也是要弄低你的數字 這些就是完全的小器 以及不夠膽去面對現實 你就弄 別人的示威者用航拍機拍攝 整個尖沙咀都塞滿了人頭 如果你說那裡只有萬六人 你騙得到誰 藍絲也騙不了 這次遊行 本來遊行申請人就已經申請了一張不反對通知書 按照這個遊行就是合法 誰不知這班警察再一次在遊行結束之前 就忍不住要射催淚彈 上一次已經是這樣 有一次在尖沙咀 這一次也是這樣 這些就是完全侵害人權 就是對一國兩制的蠶食 這些根本上就是違反人權法的 你怎麼會這樣做 尤其是當市民的人數 去到一千上萬 我當你的數字是適合萬六人 你都不是這樣塞滿了整個紅磡妖道的時候 你這樣射催淚彈過去 一個合法的遊行 你又要用這些催淚彈來驅散人群 你到底派這張不反對通知書來做什麼 而且那裡有這麼多人 你知不知道是酒鼻不及的話 是很容易產生人踩人的意外 你有沒有體恤到市民 有沒有體恤到群眾的安危 你為什麼要驅散人群 他是合法的遊行 你這些警察經過一個星期之後 又忍不住了 又要用你那些催淚彈 和胡椒噴霧 你噴那些市民全部都是無辜的 今天大家看看直播畫面都看到的 那些人干犯了什麼事 為什麼要讓你這樣噴法 那麼近距離去噴 你根本上就是有一些暴力傾向 那些警察是失控的 那些前線警察是完全失控的 亂用你的裝備 至於在下午5點多時 在尖沙咀地鐵站內 有一件事更加令人發指 發生什麼事 大批的防暴警察拿著胡椒噴霧 驅散市民 當中有些人衝進地鐵站 好了 有一個穿著白色衣服的老婆 他就苦苦哀求雙手合實 要求警察不要傷害平民 不要追打年輕人 好了 你這個防暴警察當然不會聽他說 不聽他說就算了 你就當他是耳邊風 你不是 你竟然是一手大力推開那個老婆 那老婆 已經被你推開了 一個老婆被你大力推開了 已經很可憐了 站不穩 那老婆後來 就跪在地下 求你不要再這樣做 另一個防暴警察看到這個情況 你猜他怎樣做 他竟然大力推掉老婆 老婆馬上後腦倒地 撥一聲 幸好他的職場就沒有昏迷 有些救護員馬上就馬上走過去 營救這個老婆 這些還不是暴力傾向是什麼 只不過是一個 幾十歲的老婆完全都沒有殺傷力 你不要說老婆是暴徒 是不是 真的是普通一個市民 沒有任何裝備口罩什麼都沒有 一個很普通的老婆 用不需要用到這麼高的武力來對待他 是不是 你如果覺得他不對聽 你就勸喻他離開 或者當他說那些是耳邊峰 你就當他念藍魔 你不是 你一定要用一些最極端的方法來對付他 你根本上就是想滅聲 不單止滅聲 我懷疑你想滅口 你明知道那些阿婆是站得不穩的 他自然就是 向後傾斜 一跌到地上 這次就幸運 下一個阿婆沒事 還可以走得動 這樣其實是很嚴重的 如果有些人 稍微脆弱 一些你的後腦 就是這樣 地上 是會昏迷的 甚至乎是會死人的 大哥 你那些警察是不是瘋了 這樣的忠誠勇毅服務市民 這些都是垃圾的 根本就是違反人權 侵害人權 絕對是 所有的畫面全部都記錄了 他就傳到美國 根本上香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裁這幫人 沒有任何機構可以制約到警權 他明知道這些大家市民看到 都是非常憤怒的 看到眼火爆 但是市民沒有事情可以做到 你說去告他嗎 三權合作告一條毛 你唯有靠外力 香港人多悲哀 至於香港電台的記者 也是非常厲害 你們警察在下午 就著尖沙咀公眾活動發出了一個新聞稿 港台的記者發現裡面有些流料 向警方查詢 就改了一個新聞稿 那是什麼事呢 本來警察的新聞稿是怎麼寫呢 他就說 近下午5點 有幾百名暴徒在梭士巴利道近帝國中心一帶 投擲多枚的煙霧餅 造成公眾恐慌 現場非常混亂和危險 他說有幾百名暴徒 扔幾枚的煙霧彈 當然香港電台的記者就非常眼利 他就說 本台的採訪隊 沒有發現警方新聞稿 所說的這件事 向警方查詢 後來 警察公共關係科 更新了這個稿件 即是改稿 改成什麼呢 他就說 近下午5點有幾百名暴徒在梭士巴利道近帝國中心一帶聚集 變成了幾百人聚集 幾百人 就是站在那裏 然後就說 當中有暴徒頭摘 多枚煙霧餅造成公眾恐慌 現場非常混亂和危險 那就是有幾百人 可能是其中一個你也不知道 兩個你也不知道 總之當中有人 就是擲多枚煙霧餅 當然 整件事很不同 幾百人一起擲煙霧餅 以及幾百人當中有一個擲煙霧餅 根本上那幾百人是多餘的 那些暴徒是 和平示威和和平遊行的 你都說暴徒 現在 你不如說有幾萬名暴徒 是不是 幾百名暴徒當中 中共有暴徒頭摘煙霧餅 有幾個 一個 半個 是不是 這些就是作新聞 放流料 香港電台的記者就很厲害 所以就經常被人說要斷工資 經常說 官台就要為政府補價護航 搞錯了公共廣播的觀念 這些就是作為一個公共廣播的特色 是不是 就是監察你監督你 不是說收了你的錢 然後就在那裏幫你說話 如果這樣你就買起TVB 是不是 或者叫叫時翻生 就不是這樣做公共廣播 是現在他們做得刻如其分 告訴你 你叫他幫你政府說話的人 根本上全部都不懂何謂公共廣播 好了 這個新聞稿 亦都引起了一件事 你留意一下 他說有些暴徒頭摘煙霧餅 就會造成公眾恐慌 煙霧餅 就是一扔出去就放煙出來 你認為放煙出來會造成公眾恐慌的話 為什麼你還要繼續來射這個催淚彈呢 是不是 他那個 他那個新聞稿還有下一句 他下一句怎麼寫 他說因應現場的情況 警方一別無選擇之下已經使用最低所需武力 包括施放催淚煙 以停止違法行為 就是說 那些暴徒扔煙霧餅就會造成公眾恐慌 就會造成現場非常混亂和危險 你射的催淚煙就不會 是不是 你這些是什麼邏輯 大哥 你已經是上下兩句已經在這裏 在這裏 自商矛盾 是不是 你射催淚煙 不一樣會造成公眾恐慌 造成現場非常混亂和危險 你不是整班人瘋狂的 你這新聞稿是哪一個作出什麼文膽 上下兩句自己在這裏互插 這真是大佬 別人射這些煙霧餅 你又射一些煙過去 別人那些就會造成公眾恐慌 你那些就不會 這些是什麼警方 什麼警察 什麼專業執法 這些是赤裸裸的侵害人權 侵犯人權 市民根本上現在就沒有一個合法遊行的權利 申請完這些不反對通知書都要遭到你這樣的對待 何況你說的煙霧餅到底是真還是假 目前你說的 根本上大家都沒看到 你撿一塊給我們看看 你撿出來我們也未必相信 都不知道是誰擲的 而且你那些警察現在還喪到是怎樣呢 有《立場新聞》的記者就說 他們在旁晚在尖沙咀近北京道位置進行採訪的時候 就遭到警察公共關係科的傳媒聯絡隊用手掩口 就是掩住人家的口 這些是什麼行為呢 傳媒聯絡隊經常口口聲聲就說人家 記者朋友 記者朋友掩住人家的口不讓人說話 好了 其他警員就多次喝止記者拍攝 並且用強光照射鏡頭 這些就是你們對待新聞界對待傳媒界的行為 這些是什麼 是打壓新聞自由 打壓資訊自由流通的權利 又是違反人權法的 對不對 你做了任何事都是違反人權法的 不用說了 一定就要將他們的紀錄在案 然後就遞交給相關的部門 不是本地的 本地的都是廢的 全部都幫不了手 這些赤裸裸打壓新聞自由 照射人家的鏡頭 就是讓人家拍攝不了 見料 掩住人家的口 讓人家不能發聲 叫停人家拍攝 就不想人家拍到你那些惡行暴行 不知所謂到極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